婆婆竟然把儿媳妇锁在了家里 当她的儿子知道后 勃然大怒 妈 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难道不知道你的行为是违法的吗 赶紧放了我老婆 不然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小强不能放 这次是你老婆不听话在先 我打算把她关在里面几天 教训教训她 你是谁 你凭什么教训我老婆 即使你是我的母亲 也不应该把我老婆锁在里面 明白吗 我老婆是一名医生 今天下午要做手术 如果你耽误了 她工作也怎么办 我告诉你 十分钟之内把我老婆放出来 不然我们就断绝母子关系 听到儿子要和自己断绝关系 母亲顿时感到害怕 儿子是妈糊涂了 我不该把你老婆锁在家里 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这样做了 以前你已多次如此 我满怀好意接你来我家养老 但你却不知所惜 在我家里肆意妄为 这次你趁我不在家 把我老婆锁在家里 既然你这么忠于作为作福挑起事端 那你就收拾收拾东西 一会去我弟弟家吧 我家容不下你这般人 话说母亲为何会将儿媳锁在家中这件事 我缘由还得从月前说起 儿媳妇 我让你回来给我做饭 你怎么还不回来 难道你想挨收拾吗 婆婆我现在在医院工作 实在没时间回去 那怎么能行 你一定要回来给我做饭 婆婆你就别难为我了好吗 你一个小时前才吃过饭 为什么现在又要吃饭 我没有说 我想马上吃饭 我只是让你回来做饭了 这也不可以吗 当然不行了 我可不是无业游民 我有工作 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 所以我先挂电话了 儿媳妇说完就挂断了婆婆的电话 想了想 她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我老公 随后她拨通小强的电话 小强 你妈的行为实在是太离谱了 难道你就不管管吗 要不你把你妈送回老家去吧 小美 你在说什么呀 那可是我的母亲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妈刚才给我打电话 让我回去给她做饭 但她一个小时前就已经吃过了早餐 还是我亲自下厨给她做的 于是我问她为什么又要吃 她表示只是想让我回去做 这难道不是在为难我吗 她明明知道我在医院工作很忙 为什么还要这么为难我呢 我妈怎能这样无理取闹 当初就不该接她过来一同居住 每天她都把家里弄得混乱不堪 小强 你得赶紧想办法 这星期你妈都打来十次接电话了 每次我刚上班不久 她都会让我回去坐这坐那 前几次我以为她确实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请假回去了 但回去了这么多次 我才发现她是在故意刁难我 所以老公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 不然的话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小美你放心啊 我回去和妈好好谈呢 小强说完就挂断电话回家了 妈你能不能别再这样折腾了 你早上已经吃过饭了 为何还非得让小美回来给你做饭呢 小强 我不同意你说的小美是你的老婆 也是我的儿媳妇 难道我就不能要求她多做点事情吗 当然不行啊 小美有正式的工作 如果你总是这样打扰她 你不是在害她吗 你时不时让她回来给你做饭啊 让她为你做着做呢 你到底是怀的什么心思 你究竟还想不想让你的儿子过日子了 好 你个小强 难道我在你心中就是这般模样 我跟你实话说吧 我不喜欢你老婆 我还想着帮你管教管教 未曾料到你就如此误解我 你着实让我心寒 哈哈 真不知道你到底想什么 你的想法是如此 针对我的老婆 这是我对你最后的宽容 如果你还敢对我老婆指手画脚为难我老婆 就别怪我把你赶出家门了 大家觉得小强 该不该把这样的母亲赶出家门呢 大家支持小强的做法吗